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地景价值评估审议 将依相关的程序公告为地质公园与国际接轨 包括万能堆 千叠夫及阿拉宝湾等 拥有国际级地质景观的和平岛公园是基隆著名观光景点 在基隆市政府两年努力下 已经通过自然地景价值评估报告 将依据相关行政程序 在近期公告和平岛公园为地质公园 未来可获文资法等法令保护 和平岛公园的世界级的地质环境 将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自然的一个资产 受到相关法令的一个正式的保护 其中包括我们的万能堆 还有千叠夫 以及阿拉宝湾等等的一个地质景观 都会变成我们这个相关自然的纪念物 那其中也包括大家很喜欢很关心的花豹岩 也都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这个也显示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多的一个努力 在今天也有了一个正式的一个结果 被公告指定为地质公园后 不但可以强化和平岛公园地质区管理保护措施 更能因此参加国际地质公园组织 与国际接轨有效交流推广观光 很高兴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 在今年顺利拿到了地质公园的地方级认证 那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一直不断的跟北关处合作 然后也很感谢地质公园学会 不断的一直协助我们辅导 那从当时到现在 我们不管是地景保育跟地质旅游的方式 都很希望让大家透过更友善的方式可以认识和平岛公园 那升级到地质公园之后呢 其实就开启了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国际上的地质公园 一个合作啊沟通跟互相认识的一个很好的管道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和平岛地质公园 可以让更多国际上的人们都可以关注到 台湾其实是很认真在做保育 然后我们的美景跟人文跟社区的文化 都很值得大家来台湾一起玩一玩 拥有大辽城野柳沙岩段完整剖面的 和平岛地质公园 为具特殊科学重要性多样性与可触及性的海市地景 未来将规划为核心区及缓冲区进行管理保护 包括花豹岩万人堆千叠腹肌阿拉宝湾等 都被列为核心区域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历经六年的审慎计划 金融市长林又昌宣布 完成位在中正区的八旗市地重划规划 金融市政府预估将投入12亿 进行道路僻件等公共设施 更有机会一并改善新丰街的交通问题 这块位于金融市中正区 调和街与新丰街间的 牛丑岭都市计划区 不仅位处东北角观光囊带上 临近调和街转运站 而且是金融市少有面积达29.46公顷的树地 如果能配合周边观光产业囊带需求 非常具有开发潜力 这个地方它刚好位在于 刚刚就讲核心两个翅膀的 东侧的翅膀 也就是我们东侧 包括从刚刚在讲 河滨岛 征兵渔港 渔辉大楼 以及毕沙渔港 游亭港 过来海科馆 接到水晶酒的这个栏带上 另外 条河街的这条道路的一个开辟 接了62号快速道路 所以它交通上基本上是非常便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牛丑岭的这一块区域 它是有发展的一个潜力 金融市政府预估将投入12亿元 披肩20米主要道路 停车场 及保留公园绿地等公共设施 不断符合重画区需求 更有机会串联调和街 疏解新凤街车流 之前一直在讲 新凤街的交通问题 是没有办法解决 那未来有一个机会 八旗重画区开发的同时 可以从这条主要的一个道路 这是20米 连接把这边打通 连接到新凤街 让新凤街这个地方 未来有一个 增加一条往调和街的 这个连外的一个道路 可以疏解这个地方 交通的一个拥生跟瓶颈 也提供另外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边再讲 区外的新凤街的 进化道路 批建之后 这边可以联合 串联到调和街 可以诛解新凤街的一个策略 金融市政府地震处方面表示 接下来将寻都市计划 审议程序 公告公开展览 与举办说明会 征求民众意见 推动公办市地重画作业 希望藉由重新调整 土地使用方式 配置完善公共设施 与导入都市设计理念 吸引民间投入开发 让金融市城市整体发展 更加完善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消防局在107年 开发了第一代救灾安全管制 经过不断的改良 第二代APP出炉 每个消防弟兄 都有专属的QR Code 更能精准地计算 每个气瓶的氧气含量 让打火弟兄的生命更有保障 消防队员全副武装 进入火场前 先要经过这一关 跟指挥官报道 先扫描属于自己的QR Code 只要消防队员氧气瓶 含量过低 系统就会发出警讯 就消防局前几年 就开发第一代救灾安全管制APP 有别于以往 都要在现场白板上 记录气瓶的含氧量 现在更精确且方便 更可以精确计算个人数据 保障打火弟兄的安全 我们透过自己研发 然后去构思说 如何让同仁能够快速地管制 进出火场 然后也掌握他的位置 跟控气瓶的残压 然后有效地利用这个警报声 然后尽快让他们赶快通知他们出来 后来经过这四年的一个经验 然后还有一些改良 我们后来大概又跟民间 捐赠了大概二三十万块 然后我们把这系统再改版升级 并且在这个平板电脑 也升级一个大平面的平板电脑 那主要升级的部分 在于金控掌握的每一个人 进去的一个气瓶的使用的残压量 让我们外部的安全管控人员 能够确实知道 他里面的每一个人的气瓶残压剩多少 因为进入火场灭火救人 会因为环境和消防队员个人的身体状况 会有所差异 释放局今年推出第二代救灾安全管制系统 里面进入了每个人的耗氧量 这次系统大大提升 这个东西比以前更方便 以前还要用那个白板去写 那这个东西现在目前已经都使用APP 可以更了解那个同仁的使用情况 然后也省了很多的时间 它的气瓶的使用耗气量 它可以帮我们精准的计算 每个同仁不同的体能状况 那使用上会更方便 救灾安全管制APP 107年使用到最近的时候 经过这几年我们在使用上面的改革 还有整个在改变 目前已经出版了一个安全管制APP2.0版 这个2.0版最重要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扫QR Code 然后每一个进入到现场救灾的一个同仁 它的气瓶量 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安全上的一个管制 所以包括它进入到的室内的一个位置 在现场我们在现场的一个救灾安全的指挥官 他都可以了解 那这个部分我想对我们所有的在使用上面的一个 救灾上面的一个同仁 达到他们一个安全管制 那过去我们在安全管制都是使用白板 那这几年我们开始使用这个安全管制APP以后 我想代替了这些白板 那我们整个管制作业也变得比较科技化 而且比较实物上能够发挥它的一个效用 那我们2.0版出来以后 那我们已经开始在扩大使用 那同时我们最近在全国消防首长会议里面 也把这个2.0版的一个安全管制APP 做了一个专案报告 那也获得署长还有全国各县市消防首长的一个认同 纷纷在这个讨论这个安全管制APP的一个扩大的一个使用性 就在现场瞬息万变 有这套系统让指挥官可以随时掌握 打火弟兄在火场状况 让他们在保护民众之余 自己安全也受到保障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道 再来是破案消息 金融警局型大队破获了一个帮派分子 私设的混合型毒品咖啡包工厂 逮捕了多位天道盟帮派分子 警方将持续扩大追查其他涉案的共犯与毒品原料的来源 警察局桌上摆满查获的毒品分装包 总计有114包毒咖啡包 卡西同类 喵喵等毒品成分 搅拌器具组 封口设备 咖啡包 空包装 咖啡粉 而毒品的分装工厂居然藏身在住宅区 本局刑警大队货报有侠类的帮派分子 利用公寓大厦作为掩护 从事毒品咖啡包之分装工厂 经过售证完备以后 向基隆地业申请搜索票 潜滑查契 查后将信嫌犯等2名 现场也查后毒品咖啡包 有100多包 搅拌器 封口机等证物 那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 防治条例罪嫌移送 基隆地解署侦办 那本局除了持续溯远追查以外 并贯策帮派零龙人之坚定立场 持续针对侠内的黑道帮派 非法枪械 毒品 暴力讨债集团 以及黑道帮派所依附的行业场所 持续扫荡林检以维护侠内治安 基隆警察局刑大接获报案 和第二分局侦察队共同出击 逮捕25岁张姓嫌犯等两人 也要全力扩大追查毒品上游来源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基隆中山区中和路6号附近 有一个三叉路口 大小车流量非常的多 市议员张炳君与中和里长苏彩雪 办理会堪 希望增设路灯及红绿灯 寻求改善 提升用路人的安全 大小车辆不断 再加上通往中平街和新西街方向的道路 并且是上下坡的路段 这里是中山区中和路6号附近的三叉路口 大小车流量非常多 夜晚亮度也不太够 行驶中山区来往台北的太乐客运 也在附近设置休息站 客运必须来这里转弯进出休息站 让这个路口经常发生意外 机动市议员张炳君接获民众反映 特地邀及当地中和里长苏彩雪 和市政府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堪 希望增设路灯以及红绿灯寻求改善 提升用路人的安全 因为这边常常发生车祸 有时候就请张一元来帮忙争取一下 卡上火力灯那边 中和路6号前我们这个三叉口 那其实这个地方很常容易发生车祸 因为它临近我们中和路的交流道 附近还有我们中和国小 也有学童一些进出的问题 但因为其实这个路口没有增设红绿灯 变成很多的车辆的强快 造成交通意外的发生 今天特别来办理请我们交通处来这边勘察 就是希望来这边增设红绿灯 当然因为其实有一些限制的条件下 目前交通处的回复是没有办法增设 但我觉得民众的安全依旧还是我们放在守卫 所以我们要先积极来争取 首先在这个路口处先来去增设路灯 增加它的照明 然后避免降低我们交通意外的发生 未来其实我们还是要着急 我们不管是交通处我们交通队或者是其他相关单位 重新在这个路口处再来去办理会看研议 找出一个适当的方式 然后来去增设红绿灯 这才是可以守护我们民众安全的解决之道 会看后相关单位同意先加装路灯提升照明度 是否设置红绿灯耗制 则必须考量是否有力感的地点 以及必要性避免造成短暂性塞车 张炳君表示将会择其在办理会刊 找巡视和装设红绿灯的方式和地点 寻求合适的改善方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大家请安问好 谢谢 谢谢 加油 加油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今年的耶旦节终于可以脱口罩 露出帅气美丽的人生 虽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满 不过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够开心过耶旦哦 中佳宽萍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耶旦节快乐 终于可以接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对 没WiFi 这里是 华宽萍祝福大家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佳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肩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佳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佳宽屏 最后一集终于上了 博宽萍 没有WiFi 我的WiFi 没有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佳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佳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佳宽屏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近年来餐饮界 吹起Bistro的氛围 以欧美为主 有餐饮集团就插旗基容 以奢华的英伦风为主题 搭配各国的传统国菜 与经典料理 让人有妙出国的感受 以奢华英伦风打造的餐酒馆 一踏入像是进入另外一个国度 这间店主要风格是走英伦的奢华风 就正红色 正蓝色 正绿色 这样比较鲜艳的色彩 然后再加上很多的金色金属的装置物 所以它我们打造的是一个比较英国 英式皇家的那种风格的感觉 与世界融合的理念 不只在主题风格还运用在餐点中 匈牙利 德国 英国 葡萄牙 西班牙 意大利 多达45道的经典美味 就算不出国也能轻松享受欧式美食 像这家餐厅的餐酒馆 它的菜色很多样性 像欧陆的西班牙菜 意大利菜 都很不同 像牛排 烤鱼 独特跟基隆的一些餐馆 都不一样 很吸引人 很受顾客青睐的意大利面多达22款 其中的诺马风大水管面 让人尝到茄子与昭鱼共舞的精髓 这道料理在意大利的西西列 那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料理 意大利我们叫它叫Noma 因为Noma是在意大利很有名的一部歌剧 在地人他们吃完这道料理完之后 发现味道的丰富就像Noma一样的那样子的感觉 所以就称呼它叫Noma风的意大利面 那里面呢我们是用洋葱 蒜碎 然后蒜豆碎 黑橄榄碎 然后做底酱 然后先把它拌炒出风味出来 其实在Noma风的意大利面 最主要的食材有三个 其中一个就刚刚已经出现就是酸豆 第二个呢就是章鱼 那第三个呢是茄子 所以其实因为意大利其实在欧洲 茄子的食用量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其实这道菜很有特色是 竟然把茄子然后融入到意大利面里面 对这是当地那一道诺马风意大利面的特色 那这一道呢就是在葡萄牙那边 因为当地也是鱼货量资源非常丰富 所以他们也会运用很多的蒜碎 奶油 海鲜 香草 然后去熬煮 这是非常精华的东西 基隆其实这几年啊 这不管在市容的规划 然后在整体的这个很多的商场的建设之下 其实包含基隆的越来越活泼 然后整个城市也越来越有朝气 那所以其实也是因为看上这一点 然后包含它可能也是有蛮多的潜在消费力 所以我们才决定来基隆这边开店 看好基隆近年来的蜕变与潜在消费力 餐饮集团插其基隆 结合运动风让消费者不出国 也能轻松享受英伦风情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卫福部基隆医院在耶诞节前夕 点亮了中庭高六尺的圣诞树 还邀请成功国中和新一国小的学生来表演 院长林三琦也特别扮演圣诞老公公 送上平安健康的祝福 成功国中舞蹈班以及弦乐团开场炒热现场气氛 随着疫情趋缓平稳迎接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点亮位在医院中庭高六尺的圣诞树应景 院方除了邀请成功国中和新一国小学生表演之外 院长林三琦也特地扮演圣诞老公公送祝福 和病患家属以及医护人员同乐 让大家感受圣诞节温馨平安健康的气氛 那今年天气就反正硬 那天气非常凡凡 以前很早在十二月就有凡点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圣诞节 其实是真的非常有过圣诞节的快乐 我还记得 我还在小的时候 每年我就会布置圣诞节 准备圣诞节 跟大家讲我的小孩一直到国中一年级才知道说原来没有圣诞的朋友 那我想这个圣诞节在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一个过节非常温馨的一个时刻 那支持这个比较天气很冷的时刻 祝福大家 都要享个软软的傍晚 生命健康 感谢你们 包括副院长陈伟达以及秘书李林美也开心的和表演的成功国中 以及信义国小学生和老师们合影留念 感谢学校用心安排 以及表演同学们的努力和精彩 让基隆医院在圣诞节前夕有着满满的爱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长根研究团队透过造血干细胞的基因改造将健康长寿小鼠的造血干细胞对普通小鼠输入治疗明显的提升了普通小鼠的抗癌能力 与改善健康状态 这一项结出的成果在今年9月荣获了国际顶尖期刊先进科学刊载 令各界期待未来临床应用的发展 基隆长根医院院长赖奇俊带着研究团队说明这项长达10年的长寿研究成果 透过造血干细胞基因改造成功突破小鼠的寿命限制 此外将健康长寿小鼠的造血干细胞对普通小鼠输入治疗 也明显提升抗癌能力改善健康状态 这项结出成果今年9月荣获国际顶尖期刊先进科学刊载 让研究团队相当振奋 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小鼠的造血干细胞 那在细胞里面做了一个基因编辑就是改造之后 我们发现这样子的老鼠它基本上它可以活得很健康 然后比一般老鼠长寿达到10到30% 那这样子的状况下 这些小鼠它有在记忆衰退这边它有明显的改善 那像说跟慢性肾病有关的肾纤维化还有肾丝球萎缩 然后跟肝硬化肝纤维化有关的 它的肝纤维化还有以及跟心血管的纤维化 然后心脏的纤维化这些状况 看起来都有很明显的改善 然后也会延缓它整个老化的过程 那另外我们发现它在癌症的这一块 就是说这样子改造之后的老鼠 基本上它癌症的发生率是下降非常多的 那反过来我们利用改造过后的淋巴细胞 打回老鼠之后发现这样子的老鼠 它可以去对抗原来已经长出来的肿瘤 所以我们说它有抗肿瘤的这样子的能力 然后会避免癌症的恶化 那因为避免癌症的恶化 这样老鼠它就可以延长寿命 那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 它在延长生命的这一块呢 就是延长寿命 然后看起来是健康 然后身体状况是有比较好的 甚至有一些回春的状况的话呢 这些我们是利用改造过后的造血干细胞 然后打回老鼠身上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确 可以延长寿命到14至26% 在八次的回苏之后 所以呢这样子的研究成果呢 我们觉得未来在人类的应用上呢 应该有很大的发展 然后对很多老化相关的疾病来说呢 它也是一个研究的新的一个契机 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那未来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的来 不但让大家能够更健康长寿 而且有些疾病的发挥率就会减低 那团队也已经升起了很多的专利了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研究 能够在未来在医学上 能够造福更多的病人 其实我们建立的是一个可行的动物模式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基因它只表现在造血干细胞 也就是整个血液细胞里才有 它不像其他的长寿基因 它可能是全身的 就是整个所有的体细胞都有 那表现在造血干细胞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做那个 我们讲 类似细胞疗法那种 就是血球的输注 就是取出来培养再输回去 可是如果你表现在体细胞的 组织是不可能拿出来培养 然后再种回去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动物模式 其实以后的潜力相当大 无论是在做抗老化的开发 或者是学术研究上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它的研究潜力在 你这个研究能够发表在我们期待的一个期刊的水平上面 就是一个认可 而且才是真正我们开始要踏入抗衰老研究的一张门票 没有这个发表 我们拿不到门票 因为没有人知道说 你在做这个 尤其是这种都是国际性的研究 如果你没有发表 只在台湾 国外都没有人知道 所以一定要靠着一个比较有知名度的学术期干 在上面发表 你才有办法让大家知道 长坑研究团队也发现 基因改造小鼠 老化疾病的发生率也明显低于正常小鼠 像是常见的心血管 肾脏与肝脏等组织的纤维化与衰退 都有相当显著的改善 这些老鼠它的纤维化也减少 但重点是心脏的改变因为比较不容易 所以它的血管方面是 血管的年轻化会比较容易明显看到 所以像其他肝脏肾脏的器官 它的血液供应 它里面的一些老化物质会减少 有害物质会减少 所以血管的一个延缓老化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心脏本身是比较不容易 因为心脏没办法像肝脏会再生 所以心脏的老化其实 看得比较没那么明显 细胞啦 我讲心脏细胞 但是心脏的血管还是会改善很多 在我们的研究发现 我们发现基因改造署的肝的组织切片 跟没有基因改造署的肝脏组织切片的纤维化程度 都没有那么高 而且它比较不容易纤维化 那肝功能的指数也相对正常 同样年纪的 那我们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基因改造署 它的肝脏的再生能力比较强 因为肝脏是可以再生的 那而且它可以肝纤维化 肝硬化的这个进展 比较不会老化 不会受老化所影响 那这个在临床上是很有帮忙的 因为我们肝硬化的病人 它唯一的治疗是肝脏移植 那我们肝脏器官也是短缺 也没有随时都可以让病人接受肝移植 还有配对的问题 可是我们如果可以延缓肝纤维化 进展到肝硬化这个程度 那对一些慢性肝炎的病人 其实是很有帮忙的 包括B型肝炎 C型肝炎 或是脂肪肝的一些慢性肝炎病人 台湾已迈入高龄化社会 长庚研究团队指出 这项研究成果有望成为未来 开发抗衰老 以及治疗各种老化疾病的关键资源 在未来的临床应用发展 相当令各界期待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